叫他去丢垃圾 他就去丢垃圾 朋友们早 今天要去收狗 铜锣湾收狗 化个淡砖出门 我脸上已经擦了面霜 还有海兰姿迷的油 最近特别喜欢用那个油 感觉皮肤的话就不干了 然后就涂了这个CPB的餐馆隔离 这个餐馆隔离它是不分色号 也不需要涂很多 就一个红豆大小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一点点 昨天不然发烧哦 算是9-9.2度 然后他身体非常烫 我感觉我都被有点传染了 今天起来头特别 然后我们涂隔离呢 要涂嘴边边 因为不然的话很容易 等一下涂口红的时候 颜色不均匀 气垫 我没有什么化妆品 所以不用怎么介绍 用来用去都是这几款 三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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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化完转分享一下我这两天买的东西 我最近其实买衣服 买少了 心里痒痒了 一看到衣服又想买 我昨天呢就买了 这个 这个 unico 的一个T恤 这个是布莱恩的 昨天弟弟的衣服打湿了 给弟弟买了一件 弟弟已经穿上了 他背后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又给布莱恩买了这个长袖 黑色的 我感觉这个 他现在身高穿130又太小 140又太大 但我还是买了130给他 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件 男专的小马 男专的小马 他好像没有女专 我只买了男专 他这个衣服本来可以 亲子装的 然后买了 箱子的长裤给弟弟 HACHU啊 然后 这种衣服都很便宜 99块钱好像 那这个给弟弟的 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还有这个T恤 这个好像是女孩子那边找的 随便的没关系 然后还买了这种背心 我自己穿的 我就选他 里边有一个松垫 这样子 就不用穿内衣 里面直接穿一件 它是属于比较短款的 这种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米白色 我就直接拿小马 这个衣服太大了 我觉得巨大 这么大 那个小小飞飞跟我说 买这个很合适 我觉得太大了 但是我也听他说买了 这个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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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我的菜 它非常日韩系 就是那种冬日练歌的那种感觉 它的配色非常温柔 其实有很多种线 不同的颜色组成的 有没有看到 然后这种拼接的一些菱形 还有一个设计的小球球 这个衣服我真的很喜欢 冬天的话搭一个帽子 然后一个围巾 或者一个高领衫 就这样子 很日系或者日韩的女生的那种感觉 就是跟这个是同一家店的 而且它的面料非常的柔软 然后还有就是 哎呦那天买了 比较中意的一对鞋子 还有一顶帽子 这个帽子呢是Jordan的 我发现呢 铜锣湾有一间非常大的Jordan旗舰店 我很少逛那边 然后我看到了 有一顶卡其色的帽子 这个帽子我就不试戴了 这个帽子穿卫衣的话很好看 我也买了白色的卫衣 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然后还有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 这双鞋子是很难买的 那一刻 其实我买了很多双这种鞋子 都没有穿 这双鞋子 它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你看一下这个沟 是凸出来的 这种是他们的吵架款 但是我去到一家店 发现了一家店 它是不溢架的 不吵架的 也是在铜锣湾 然后那家店呢 它不给拍照 我试我试了这双鞋子的时候 很想拍个照 拍上身图 都不敢拍 它不给拍 你看一下它这里是皮 然后这边是胶的 我那一天就穿一个长的袜子 然后穿这双 穿个小装裤 非常的小气息 这两个不是 这两个不是 朋友们 我昨天在三母买了一箱苹果 这个叫做丑苹果 每一个呢 都是奇形怪状 就是每一个 你看一下 我打开 这个又那么红 这里又这样子 每一个都是很奇怪的 它叫做丑苹果 这苹果很好吃哦 很好吃 就跟我们平时买的这种苹果 不同的 不同的